昨天那道封面就是美雨季的第一道封面 那這樣子就也意味著雨季已經要開始了 所以未來幾天的天氣都是比較不穩定的 大家出門一定要記得攜帶雨季囉 那雖然現在這道封面已經逐漸遠離了 不過我們從定量降水圖上面就可以看到 今天台灣上空的水氣都還是滿多的 尤其在中南部地區 今天都還是容易會出現短暫陣雨的情形 不過相對的在北部地區的話 今天天氣會稍稍的緩和 降雨就比較偏正尾局部性的降雨而已 那再來就是要來關心到今天的清晨溫度了 今天各地的溫度都已經逐漸回升一些 不過在北部和東半部地區 溫度都還是滿涼滿冷的 所以待會如果要出門上班上課的話 還是要記得多加保暖 不過在中南部地區 今天的溫度就比較舒適一些 來到了21和24度 那接著我們就從雲土來關心到 今天的天氣狀況 雖然現在這個封面已經逐漸遠離了 不過我們可以看到 在台灣上空水氣都還是滿多的 那今天在中南部地區 都是會有些降雨的狀況 不過在北部和宜蘭地區 今天降雨狀況是稍稍的緩和 但是還是要注意會有局部性的降雨 那現在這個封面 這個雨季也已經開始了 所以未來幾天天氣狀況也比較不穩定 尤其是明天就會開始受到了滯流封面的影響 所以全台灣各地又會開始下起雨來了 而在溫度的變化上面 我們首先就先來關心到 北部地區了 北部地區今天溫度都還是滿涼的 像是高溫只來到了23度 而低溫也只有17度而已 不過明天過後東北季風就會逐漸減弱了 那溫度也會回升到26度以上 而至於在南部地區的話 未來幾天都比較不受影響 高溫都還是會有27 28度 但是要特別提醒大家的就是 早晚都還是滿涼的 像是早晚的溫度只有22 23度 所以如果早晚要出門 還是要記得多加保暖了 那我們接下來關心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看到北北季地區 今天會是個多雲的天氣 降雨機率是10%到20 溫度是16到22度 再來看到桃竹苗地區 天氣還是滿涼的 而且會出現局部性的短暫雨 降雨機率是0到30% 溫度是16到22度 接著關心到中部地區 中部地區水氣比較多 比較容易會有降雨的狀況 降雨機率是20%到30 溫度是19到26度 再來看到雲嘉南地區 天氣比較不穩定 也會有短暫震雨 降雨機率是30% 溫度是在19到27度 接著往南走到高坪地區 今天的降雨機率會有30% 溫度是在20到27度 再來看到東半部地區 東部地區降雨機率會有30% 而溫度是在17到25度 最後要看到外島的金門 馬祖地區了 今天會是個多雲的天氣 降雨機率只有10% 溫度是在15到23度 接著就是要關心到 今天的農民力了 那今天是農曆3月23號 而要特別注意的朋友 是屬狗32歲和92歲的朋友 那今天適合的事情 就只有祭祀這樣的活動 而不適合的事情 就是開關或是修造房子 或是像動土之類的活動 那以上的資訊 就提供給大家做個參考 我們把時間交換給燕迪